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音时间是礼拜五下午的2点54分 大涨552点 最多583点 这个叫报酬式的要回 报酬式的要回 昨天跌530几点 今天一天全部要回来 全部要回来 你昨天杀股票的很多 昨天融资一天大减160亿 逃难 真的是逃难 有这么严重 疫情会吓人 事情会过去 一切会正常 没必要这么恐怖 没有必要这么恐慌 那政府护盘 今天就大涨 护盘真的这么重要吗 护盘当然是有它的效果 可是不单纯是护盘 政府基金真的有下去买吗 谁晓得啊 那为什么会一下涨那么多 融资清洗得太干净了 你知道融资现在剩下928亿 928亿是什么意思 我给大家看 928亿是创历史新低的融资 创历史新低的融资 你知道从有融资开始 从有融资开始 我给大家看融资的状况 从来没有这么低过 从有融资开始 从来没有这么低过 从来没有这么低过 那真的有那么恐慌到这个地步吗 真的有这么恐慌到这个地步吗 剩下928亿而已 雷曼事件还有1170亿 现在还9200点 所以这个几乎就是怎么样 几乎就是大逃难 我昨天看到融资大姐160亿 让我有一个感觉 想到中美断交 中美断交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 哇 台湾要成了 这个蚊子要吞下去了 很多人担心惶恐的 资产开始变卖 土地也卖 房子也卖 举家移民出去了 就台湾有没有成 没有成嘛 几年过后 再回来 买一间便宿而已 买得起一间厕所而已 这是大逃难 最近融资的大减 一模一样的情况 光是3月份少了450亿 创下史上最低的融资 疫情会过去 一切会正常 当一切正常之后 你会发现到 现在是遍地是黄金啊 现在遍地是黄金啊 这个行情刚开始而已 刚开始第一天而已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哦 我今天先跟大家谈一个观念 听得懂 那你有救 听不懂 那我就没办法 你进来股票市场是为了什么 插钩票 还是要 倒数勾票 这个不一样哦 什么都插钩票 哦 就是专门在做差价而已嘛 10块钱买 13块钱卖 对 15块钱买 18块钱卖 100块买 100块买 管他什么股票 管他赚钱赔钱 就是炒股票嘛 你如果说 我就是在炒股票啊 我没意见了 你继续炒你的股票啊 那你如果进来股票市场是为了 投资股票 你这星期投资股票耶 那既然是投资股票 你是不是应该 找很赚钱的公司 很好的公司 未来很靠很靠好的公司 当他低的时候 哎 赶快买来投资 等到 他涨上去了 你就赚钱了嘛 对不对 那你不要想说 我一定要买在最低点 相对低点便宜 就很好了嘛 你就会贪钱了嘛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台积电 比如说台积电 台积电 对台积电 长期看好的公司 押回买押回投资 有低的时候你就投资 都会贪大钱啊 是不是 大力光 台湾最赚钱的公司 有低点买 有押回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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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较贵啦 这也是另外三百多万 这个就是投资嘛 3105稳貌 长期看好的 有押回投资 不要一堆管 有押回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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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贪大钱啊 245是联发科 获利很稳定的公司啊 你看不追高 押回200买 赚大钱 押回200买 赚大钱 押回200块 投资赚大钱 但现在要回200不容易了啦 有300块以下 也会贪大钱嘛 你给他时间 对的产业 赚钱的产业 可是一个基本原则 会持续赚大钱 获利会持续提升 产业会越来越好的 有便宜 你买 等到市况稳定了 你就贪大钱了嘛 有很多这样的好公司啊 所以今天一开始先跟大家谈 你是在插股票 还是在投资股票 你如果说 啊我就是在插股票 那你继续炒你的股票 继续玩你的差价 你会认为说 我是在投资股票啊 买房子也是一种投资 买债券也是投资 买黄金也是投资 对不对 定存也是投资 股票也是一种投资 那便宜的时候 好的公司便宜的时候 我们来Q 市况稳了 上去了 你有贪金啊嘛 所以你的想法 哎我是在投资股票 那现在是遍地是黄金 很多好公司 很多赚大钱的公司 这波跌下来三成 四成五成 哎大家Q 我保证你都会贪大钱 好保证你都会贪大钱 这样听懂啊 他被股市间 暴富式的 暴富式的回升 十年线 我连续跟大家谈三天 我连续跟大家谈三天的十年线 我说十年线是一条 不可破的防线 只要十年线破 金螺赴盘可以 在 史上只有九次 连续是第九次破十年线 有六次破了户 叫上去 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因为今天电脑图有点问题 这个后面资料不见了 可是我前几天就已经讲过了 整几天我有讲过了 那你只要懂得这个字 就下去买 十年线守住了 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我相信这次十年线守住 后来一周还会刷 下礼拜震盪完之后 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所以你要求 快求 赶快捡便宜 赶快捡便宜 今天总共有 四百多家涨停板 起五%以上的勾票 满地市 所以今天说个股 没什么话说的 那一大堆涨停板要讲什么 就像昨天一大堆涨停板要讲什么 我昨天跟大家讲过了 世界大战 全球的领袖无路可退 只有继续撒钱 欧盟砸了七千五百亿欧元 美国一直砸钱 消费券也要扒 一个人一千块美金 好迷人哦 听到这都流口水 一个人三万块 刺激消费 钱继续撒就对了 昨天晚上世界大战 美国股市虽然涨一百八十八点 可是从低点 多空对决起来 也一千两百点 这个行情 十年现间 重新要回来 下星期还税哦 税完之后 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这次我知道很多人赔了很多钱 要不要报仇 要报仇哦 你放弃我就没意见嘛 你如果要报仇的话 下星期赶快动作 那不是要报仇 要找什么 找去年赚大钱 今年也会赚大钱的 这个时候 下星期下来赶快买 这次大盘跌了30% 很多股票跌30%40%很多 你赚得回来 哪里跌到哪里爬起来 你要挽头回来 你要报仇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 我们现在有一个 加倍要回566报仇计划 这是为了配合大家 为了要帮大家 史上最便宜 从来没有过五折的 史上最便宜 要帮大家报仇的 要买对 5G绝对是重头戏 我今天没时间说个股 5G绝对是重头戏 加倍要回566 帮你报仇的计划 我们不要多 重点锁定5G 另外一个锁定什么 锁定 手中现金 大于 总市值的 买就买到 买就贪到 从这两个角度下去找 从这两个角度下去找 下星期 最后让你减便宜获的机会 下星期还会在十年线这里挣 趁下来的时候 我们快来买 你放棄我没意见 你如果要报仇的话 我们全力一起来报仇 我帮你加倍要回 566 加倍要回报仇计划 纯粹帮忙 史上最低价 要来到三天的 哪边跌倒哪边站起来 接下来十年线首稳之后 开始说 很多30% 50%一般的五票 尤其那种 今年还会获利创历史新高的 5G还要特别注意 因为今天全部都涨停 我没有什么好讲的 我只是给大家这个观念 要报仇 下星期你一定要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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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上最低的融资 筹码干干净净 所以为什么今天 四百几斤涨停板 全部都起5% 8% 下星期还有机会 可是路遥之马力 给你涨停板的不代表 它未来的爆发力就够 你一定要找 今年获利月继续创历史新高 股价已经跌无可跌了 尤其手中现金大于总市值的 来收夹钩票 绝对可以帮你给要回来 加倍要回报仇计划 我们副专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加油